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上映于2002年的科幻电影《时间机器》 本片改编自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出版于1895年的同名小说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故事应该会让很多人都叹为观止吧 好了,话不多说,一起看片吧 亚历山大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 也是一名狂热的科学家 他的家中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小发明 但他那超越时代的创造力 甚至得不到他同事兼好友费奥比的认同 唯一能跟他相互理解的就是一个在专利局上班的德国怪人爱因斯坦 亚历山大经常与爱因斯坦互通信件 并给他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 而亚历山大在匆忙打扮好之后就急忙出门赴约 因为今天他要向心爱的女友爱马求婚 亚历山大很快就来到了公园 在那里他看到了如同冰上精灵般的爱马 亚历山大马上向爱马倾诉了爱因并向他求婚 爱马也开心地答应了亚历山大 然后戴上了戒指 正当两人沉浸在浪漫甜蜜之中时 一个抢劫犯突然出现 他要抢走两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但爱马始终不愿意交出戒指 拉扯之中 抢劫犯的手枪走火误杀了爱马 这飞来的横祸让亚历山大心如刀割 短暂的幸福时刻也瞬间破碎湮灭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四年过去了 亚历山大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 真是沉溺于研究不可自拔 费尔比让他忘掉过去 因为过去已经无法改变 但亚历山大却并不赞同 他告诉费尔比自己会改变过去 接着他便打发费尔比离开 原来亚历山大已经成功制造了一台时光机 他即将利用它回到过去拯救自己的爱人 依旧是那天 在公园的冰湖旁 亚历山大又见到了已经逝去的爱马 对爱人长久的思念 让他情不自禁地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了爱马 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他赶紧带着爱马来到了市区 但亚历山大没有想到 就在他去买花的间隙 一辆失控的马车将爱马撞死在了路边 无法挽回的事实 让亚历山大陷入了沉思 他觉得在过去找不到他要的答案 这次他决定迈向未来 于是亚历山大又一次开启了时光机 岁月开始急速流逝 周围的高楼也拔地而起 人类有了飞机 有了卫星 甚至已经在月球建立了基地 最终亚历山大停载了2030年 虽然未来世界让他惊讶不已 但为了寻找答案的亚历山大 还是很快来到了纽约图书馆 在那里 他遇到了核能资料库的虚拟人沃克斯 亚历山大急切地想要询问 为何时光机不能改变过去 但这个有着人类所有知识摘要的万事通 却直接否认了时光机的存在 并一会打岔一会唱歌 这让亚历山大决定 继续前往未来寻找答案 但时光机刚启动就遇到了颠簸 于是亚历山大将时光机停载了2037年 他一下来才发现地球已经陷入了危机 月球殖民计划 原本想在月球开发一个地下生存空间 结果没控制好 直接把月球炸离了轨道 月球也濒临解体 混乱之中 亚历山大再次启动了时光机 只是爆炸的余波震晕了他 时光机却不断向着未来驶去 转眼间 地面变成了一片废墟 紧接着又变成了一片荒漠 就在亚历山大昏迷的期间 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平地变成高原 荒漠变成绿洲 亚历山大在时光机里经历过寒冬 也感受过温暖 好在最终一切又恢复了生机 这时亚历山大也慢慢有了意识 他勉强停下了时光机 却很快又晕了过去 亚历山大并不知道 对他来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外面却已经过去了80万年 幸运的亚历山大最终被善良的伊洛伊人马拉索救 在他的照顾下 亚历山大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但他在看到未来的景象时 不禁还是有些迷茫 他从没想过 人类居然会住在峭壁之上 过着如此原始的生活 夜晚看着已被炸成碎片的月亮 亚历山大慢慢明白 那场灾难已经让人类文明走上了绝路 这个原始部落就是幸存的人类 而就在当晚 亚历山大却被噩梦惊醒 同样被惊醒的还有马拉的弟弟凯琳 亚历山大向马拉描述了自己的梦境 却惊讶地发现 所有的伊洛伊人都会做这样的梦 第二天 马拉带着亚历山大 找到了伊洛在丛林里的时光机 马拉却突然请求 亚历山大带着他的弟弟凯琳一起离开 正当亚历山大对此疑惑万分时 袭击突然而至 一群身强体壮动作敏捷的怪物 从地下钻了出来 他们冲进惊慌的人群 四处追捕伊洛伊人 亚历山大匆匆救下了凯琳 自己却被怪物盯上 一番周旋之后 一人一兽扭作一团 眼看亚历山大性命垂危 凯琳及时出现 用火救下了他 而这时 撤退的号角突然响起 怪物也随即离开 但亚历山大却眼睁睁地看着马拉被抓走 直到这时 亚历山大才发现 这人宰割是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 没人选择反抗 也没人敢于反抗 为了营救马拉 亚历山大在凯琳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个地下洞穴 据说这个地方有怪物的线索 但当亚历山大的脚缸落地 熟悉的声音便再次响起 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核能资料库的虚拟人沃克斯 沃克斯告诉亚历山大 人类种族以一分为二 摩洛克族在地下 伊洛伊人则在地上 因为曾经有一个伊洛伊人 从摩洛克族的巢穴中逃到了这里 所以沃克斯知道摩洛克人的信息 在沃克斯告知亚历山大 摩洛克人的巢穴之后 亚历山大便来到了 东边阴森恐怖的森林 为了救到马拉后 可以看清逃跑的路 他让凯琳回到营地生活 自己则顺着影翼的通道 进入了巢穴深处 他看到了摩洛克人的建筑公室 并无意中来到了他们的厨房 惊恐之余 他掉进了白骨森森的水池 震惊不已的亚历山大尖叫不止 却不想引来了摩洛克人 最终他被扔进了一个房间 在那里他见到了马拉 以及摩洛克人的领袖 一个浑身苍白的异类 他告诉亚历山大 自从月球被炸离轨道之后 地球便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逝者生存的定律 使得他们各自扮演着 生物链中不同的角色 地下的莫洛克人是他的猎手 地上的伊洛伊人则是食物 而他作为大脑 控制着所有角色 亚历山大看着这个背上长着大脑 并能利用精神力量 控制他人的怪物 不由得开始痛斥他的做法 但这个异类却告诉亚历山大 自己能看透他的思想 他制造时光机 同样是一个想要控制世界的伎俩 他们的做法并没有本质区别 接着 伊洛又告诉亚历山大 为什么他无法改变过去 因为正是爱马的死 才让他制造了时光机 所以时光机只是爱马死亡的一个结果 有因才能有果 如果爱马活着 那制造时光机的起因就没了 当然作为结果的时光机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无论他怎么尝试拯救爱马 爱马最终还是会死去 而这时 伊洛又将抢来的时光机还给了亚历山大 并表示 自己已经给了他想知道的答案 现在他可以离开了 但亚历山大不忍心看着 伊洛伊人成为他人的食物 他很快便与伊类在已经启动的时光机中打作一团 并在最终 用时光的流逝 把伊类化为了尘埃 而在无限遥远的未来 莫洛克人已经来到了地面 他们照样屠杀着可怜的伊洛伊人 短暂的思考之后 亚历山大又回到了刚才离开的那一刻 只是这时的亚历山大更加坚定 他救下了马拉 然后用怀表卡住齿轮再次启动了时光机 面对着四周凶残的莫洛克人 他拉着马拉一路狂奔 在两人挣扎着逃出莫洛克人的巢穴后 时光机最终超负荷运作发生了爆炸 巨大的能量席卷了整个巢穴 莫洛克人在时间的冲击下宣告灭亡 最终 伊洛伊人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和平与安定 逃出升天的亚历山大将沃克斯带出地下 让他教授伊洛伊人那些人类遗世的文明 而亚历山大与马拉也倾诉暗生 开始享受当下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